美国迈出危险的一步 要逼中美彻底摊牌吗 关键时刻 中俄两国元首再度会晤 释放了一个重大信号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关注本期中逢talk 时隔7个月后 中俄两国元首又在中亚见面了 普京为此显得很高兴 也很期待 从会晤现场传来的一些视频和图片来看 普京时不时露出了微笑 难掩心中的喜悦 不得不说 在眼下这个时间节点 中国两国元首举行这么一场会晤 可以说意义重大 毕竟当下的西方 已经成为制造全球危机的货源 对于我们来说 与俄罗斯携手进行合作 不仅是中俄战略利益的共同需要 同时也是维护国际正义 打破西方长期主导的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必然 越是在国际局势动荡之际 中国两国越是要紧密的靠在一起 原因无他 眼下美国极力搞乱地区局势 让国际社会愈发动荡 实则就是奔着打垮中俄两国来的 这不 美国并不满足于只在欧洲挑起场战争 近段时间还不断在台海问题上进行疯狂的事态 接连走出极为危险的几步 实则也就是要让中国两岸爆发战争的风险急剧攀升 也要利用战争拖住中国 为了达到其险恶目的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甚至在近期通过了新的涉台法案 完成了从打台湾牌变为打台独牌的过渡 分析看来 美国此举是迈出了逼中美彻底摊牌的第一步 对此我国必然会对美国进行坚决而又果断的反制 在此背景下 与普京的会晤中 我国特意强调了台海问题 毫无疑问 我国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公开谈论台海问题 实则就是向外界表明 我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决心 台海问题是我国的核心利益问题 而在核心利益问题上 任何国家都别指望我国能够做出让步 很明显继佩洛西窜台之后 美国军方还敢派遣军舰过航台海 足以说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误判 认为我们会一直容忍下去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所谓的涉台法案 要对我国进行更为严重的挑衅 事情到了这一步 可以说应该是美国决心已定 就是要逼中国在台海打一仗 然而我们一旦被迫动手 美国立刻就会把对俄罗斯的一招用在我们身上 也就是率领西方世界对我们进行全面制裁 因此真要解决台海问题 我们所要遇到的压力不可谓不大 当然了 在设计核心利益问题上 即便遇到再大的阻力 即便美国和西方亲自下场 我国也应该丝毫不会退缩的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台海问题的关键时刻 普京向我们送来了定心丸 据悉在中国两国元首会晤期间 普京明确表示 称会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向我国提供支持 此前我们也说过 台海问题就是我国的核心利益问题 普京表示会在这个问题上会对我国进行支持 实则就是表明会在台海问题上与我们站在一起 所以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会晤释放了这样一个重大信号 总之呢 在台海问题上 俄国能够得到俄罗斯的帮助 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为此 美西方国家胆敢在台海玩火 那可真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